Hello 大家好 我是吳仔 剛才那部影片講了一些錢銀的東西 現在就講女癮了 人來不開錢銀是女癮的 今次講女癮的內容來自一篇文章 這篇文章也寫得蠻壞的 他說 女網民警告 蜜餞低下階層 男性劣質貨 母讀書做地盤 是垃圾畜生 乘身優記秒out 嘩 寫得多黑薄 寫得有這麼賤嗎 寫得到 嘩 先了解一下 這篇文章更說有四個條件才是優質男 看看你是否優質男 近日有一位女網民在討論區分享一個 選男人的準則教學 名為警示 教各位師姐如何選擇高質男人 這個報告被網民熱評 瘋狂轉發 加因網民們都認為她的準則太過苛刻 也帶有歧視成分 認為樓主太過港女拜金 一位叫做黑桃A的女網民 在討論區發佈一篇警示的文章 呼籲各位女士千萬不要選擇那些 劣質基層男人 清這是對自己非常不負責任的行為 而且會後悔一輩 她說最近留意到有很多女人 都有一個共同的問題出現 就是說結婚之後 不停嫌自己老公不上進 而且非常苦惱 這個也是不負責任的 很多女人結婚就結婚 經常在別人面前踩自己老公 也是很不負責任的 那你嫁給她幹什麼呢 你經常踩自己老公 姐妹看到你肉酸 別人很開心的 你這八婆知不知道 其實 我真的不知道女人什麼心態 很不負責任的 不是踩自己老公 她老公說 怎麼謀貪了她的一萬元 唉 你們現在的香港人真是 然後 這個作者就用打救女人的口吻說 其實不能夠完全怪罪你老公 是因為你一開始的時候 不懂得選男人 然後她就教別人 怎麼分劣質和優質 我覺得不是懂不懂得選的問題 我覺得是 我覺得如果你選了 你是要負責任 當初你是愛她才跟她結婚 如果你是為一些東西才跟她結婚 你踩她說她賺錢又不多 個人又什麼又什麼 那你為什麼要跟她結婚 你目標都不明確 其實你要什麼的 你女人 我也不明白 一起了之後又嫌三嫌四 這些人不懂得快樂 沒辦法 一開始這個作者就 把男人分了兩個分類 優質和劣質 分類的準則有四個 她認為男人至少要有四個條件 否則就過主 四個條件聽起來好像很容易 但她的價值觀不是人人都能接受 第一關 學歷 她非常詳細地教 怎麼可以一眼就看穿她底細的方法 她建議第一次約會 首先試探一下 她大學的生活如何 如果她知不容易對 或者說到自相矛盾 甚至白癡到直接跟你說不好意思 我沒有讀過大學 這些都可以不理她 她更加清沒有讀過書的男人 不是亂質貨 直接是垃圾 應該送去堆田區 這傢伙真是仆街 用不用 可能這裡聽到某些人 例如波叔那些 在愛國泡過鹹水回來 很清涼 我這些才是優質的男人 哈哈 聽到很high 李嘉誠也沒有讀過大學 對 Bill Gates有沒有 Bill Gates好像沒有 他可能說普遍 我不是說讀過大學的男人有什麼 如果你計算是學歷 有讀過比沒有讀過 其實我自己想 他有讀過 可能你認為他家裡也有錢給他讀大學 是不是 但其實有些貧富的學生是借政府錢讀大學 讀完出來還欠幾十萬都有 我認識也有幾個 接著 這女兒說大學畢業都還未可以鑑定為優質 最多是普通等級 如果是港大、哈佛、劍橋 那些才是真正的優質課 這個是根據學校等級來評定男人的好壞準則 有一些女人認為讀書才會有成就 未來不會那麼辛苦 這個是她想的 那我就不太認同 因為我認識有些朋友做保險 她也不是讀很多書 我又不覺得她生活很差 對 是不是我認識人少呢 那你說讀大學讀好多書 賺不到錢的我又認識 說真的 我認識過有些在澳洲讀過學位 還傷碩士 我不覺得她賺到錢 我不覺得她出來找工作或是很一帆風順 有時候她這麼高學歷 甚至她去到公司 她見工的時候 有個老闆看到她說 哇你學歷這麼高 你傷碩士 然後她說是呀是呀 沒有請她 然後她最後找回結果 基本上請她的老闆都沒有讀那麼多書 就令到老闆不敢請她 對 很奇怪 這個就有條件見仁見智 不過你說有學識的 如果你本身是沒有學識的 如果你另一半有的 如果你們將來都想生嬰兒 要教育下一代 那當然是有學識的好過沒有學識 這是我的想法 那麼分別 優質和劣質男人的第二關就是職業 那麼她說如果不懂得選職業的話 都是沒用的 很多女人選了什麼事應 地盤 司機之類的基層男人做老公 要知道做基層的男人多數都是跟畜生沒有分別 嘩 說得那麼糟糕 這個女人 她說她認為這些公種的男人沒有安全感 而且職業的穩定性和薪金 就是第二個判定男人的準則 你不要選愛情 你這些不可以叫愛情 你不是選老公 你選老婿 是啊 你其實跟做雞有什麼分別 其實這篇我看過作者 你這些叫愛情嗎 我就是覺得做雞做零售 而你呢 就叫做批法 我不知道她會不會再批給其他人 但是我的感覺就是 她不是選老公 她是選老婿 那麼她說分別優質劣質的男人第三關就是品味 她所說的品味 她認為成身U記 U記是不是Giriguru 那個牌子 她說錶都沒有借 出入還要搭巴士地鐵的男人 令她很沒面 而且會被姐妹取笑 她說其實第三個準則都不是看男人的品味 真正就是看她的行頭 和她的懸富程度 如果她有車 都要鑑定一下她是什麼價位的車 她只駕駛前七個來接你下班吃飯 麻煩你叫她回家 哇這個女人真是仆街到極 很多男人都很懸富 我見過有個人是做銷售 帶一隻標80萬 但我肯定那隻標是漏的 是A4 很難膚淺 那帶的手旗在手上又怎樣 即是兒子會懸富 不代表會捨得花錢在你身上 傻傻 說真的 你說 兒子成身U記 標都沒有 出入乘巴士地鐵的男人 會令他沒面 會被姐妹取笑 我在這裡告訴巴打 如果你們選女朋友 如果那女兒是很多姐妹的話 不要選她 如果那女兒是很喜歡 在姐妹圈裡炫耀 做大家姐 有些這樣的社交活動 不要騷擾她 真的不要騷擾她 因為這些女人 因為這些女人 你除了滿足她之外 還要滿足她身邊的八婆 你真是神經病 他說第四樣的東西就是內涵 他剛才那三樣說出來只是很基本 就算一個有學歷 有職位再高的人 只是一件賺錢機器 這位作者就說 他追求浪漫 懂得煮一下夜食 品一下酒 欣賞一下藝術 或者對時事發表一些看法之類等等 都可以算是有內涵 他認為這些個人興趣 很影響一個男人的質素 例如喜歡打機或者砌模型的 未必可以合格 這個第四方面 這個所謂的內涵 其實這篇是不是博叔寫的 我懷疑是你寫的 為什麼呢 這麼像他之前說的那些東西 又說什麼打機 砌模型那些不合格 現在這篇是這麼寫的 又說懂得煮食 對時事有看法的人是有內涵 那還不是讚你博叔 哇 原來博叔已經過了這四關了 哇 厲害 不得了 這篇又真的沒有提過什麼身形 性能力那些 如果你說這篇就是拜金女 找老公的條件 博叔真的會搶手 對 那些什麼身體計時炸彈 那些隨時分身家那些 就不要詳細說了 不過 你說如果那些女人真的 那些隨著這四方面去選男朋友 選老公 其實他們知不知道愛情是什麼呢 那我覺得這個世界呢 是一個金字塔來的 他所說的那些 有了這些條件的人呢 就是這個塔裡面的最頂尖 最大 他佔的部分是最少的 但是大部分的人都是滿足不了他的條件 那你說篩選可以篩到這個人中之龍出來呢 不奇怪的 可能他會篩到 但是莫道理在選擇人 人亦能選擇你 你有什麼條件可以選到這些人中之龍呢 你就是憑這四種條件去選這些男人 你就是用這四個準則去選這些男人 你抱著這個心態 那些男人選不選你呢 那這篇文章呢 不少網民覺得他的準則太高了 他説經得起他過濾的男人應該沒有幾個 網民對他的人格稱之為拜金女 不是沒有幾個 我只想都想到一個博叔 哈哈哈哈 他説男網友亦都表示不肆 他說這些女人一輩子都不會找到男人 我又覺得不是 是的 起碼我們認識的也有一個 他説一部分的網民對於他的職業歧視比較大的反應 他認為工種和學歷判定一個人是非常無理的 其實我覺得這樣 他這樣判定人 那你就判定他 這些人說真的 認識少過好過 你用不著跟他爭拗 神經病 他有這樣的價值觀 他就走他的路 有些女人是很力爭上游 對不對 你看到那些女人都是 很用盡自己所有的本錢 希望可以得到他想要的東西 他開心就好了 但是老實說 他這麼力爭上游 這麼七孔全開 你想想 在天下間哪一隻動物這麼多 喂 一隻小鳥在天上飛 捉個巢 那些猴子生的猴子 要不需要在唯一個住的地方 又要出賣自己的肉體 出賣自己的靈魂 你不喜歡那個肥叔叔 你又要對著著他好像很愛他 然後又當他好像寶 在那裡服侍他 再深入一點那些不說 肉酸 心靈上其實是人非人 本身人是有自由意志 你應該是想做什麼就做什麼 你想吃什麼就吃什麼 你想服侍誰就服侍誰 不想服侍誰就不服侍誰 但是他逼不得而就要用這些東西 去換錢 跟剛才我所說 有些女孩子 你說看他不起 那些做雞的 那些是零售 這些就是批發 性質是一樣的 還有一個女人 如果選擇麵包沒有愛情 他也有另一個問題 就是如果老公真的這麼有錢 他分分鐘就是那些專業人士 那就經常都做事 那我老婆常在家 除了買名牌 拍自拍照 撻爆個朋友圈之外 其實有什麼做呢 我心靈很空虛 那些女人去到 覺得自己年紀大 開始鬆弛的時候 就會試很多不同的方法 給那些美容院騙錢 那部機器又說 怎樣可以溶到你的脂肪 有些又說 躺在這裡幫你售 就跟你的銀行碰了十幾萬 之後發覺還是不行 然後就低起心 真的要做運動 那時候就差不多四十幾歲人 之後又找回二十幾歲的健身教練 小白臉 這些就是那些闊太的故事 我以前二十幾歲做健身教練的時候 當然是遇到很多這樣的故事 甚至我自己有個朋友 她老公也有錢 她也懂得選 小時候就選了她老闆做她老公 然後她老公就經常不在自己身邊 去了做生意 然後就經常搞到她很空虛 寂寞 很冷 那段婚姻又是不是真的那麼美滿呢 所以這裡就告訴大家 其實錢啊 物質啊 這些東西 夠就好了 如果你要貪一些 你自己所需要更加多的東西 你會將你的人生 很多的時間 去花費了一些自己不願意做的事情上面 你不想上班才去貼個男人 但我告訴你 有時候服侍一個自己不喜歡的男人 更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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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慘了